终春时节,开镇数月的江西会昌戏剧小镇内,游人如知 九五后姑娘朱晨和平日一样,走进剧场检查设备 并为四月份的工作与五一假期的戏剧安排做相应准备 短头发,齐刘海,一席黑色工作服 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朱晨看上去成熟干脸 在会昌戏剧小镇入口处的百年榕树下 这位土生土长的九五后姑娘将其于戏剧结缘 以及从上海上剧场到回乡追梦的故事娓娓道来 我叫朱晨,我是一个土生厨长的会昌人 我是一个九五后,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 因为戏剧界,因为会昌戏剧小镇回到了会昌 现在在会昌戏剧小镇负责剧场技术这一个板块 2017年,会昌县启动戏剧小镇筹备建设工作 这也是著名戏剧家赖生川回馈桑姿的一项重要梦想 也在当年,他发起上海会昌双城文化技术人才培训计划 提供专属渠道,招募会昌级青年前往上海的剧场学习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学习的朱晨 彼时正好处在毕业季 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于戏剧的缘分 假设我没有去上海,我可能是一名中学老师 我觉得戏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手工业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感情的行业 它每一个点,每一个音乐,包括每一个呼吸点 它都是有感情的 刚好我们会昌又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回来再看一看 就像赖老师说的,戏剧看能不能给会昌的一些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不能带来点什么东西 抓住机遇的朱晨在上剧场一干就是近七年 自己也成长为了一名专业的剧场技术 深受赖声川家乡情怀影响的他 因会昌戏剧小镇及戏剧记的筹备选择回到家乡 我们戏剧记的时候有很多团建嘛 包括附近的一些小学、中学、幼儿园都会过来 就是老师带领过来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戏剧这个种子可以为这些从小开始 就是他们可以见识到在上海这样的高水准的一些剧目 然后能知道看戏我要遵守什么规定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期待的事情 会昌戏剧记期间 戏剧小镇累计接待游客119万人次 单日最高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 与忙碌的戏剧记和春节记相比 非节假日期间的戏剧小镇进入常态化运营 朱晨也开启了淡季模式 马上是4月份嘛 4月份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会规划好 也会复盘3月份的东西 像我们技术的话 我们会先接收到4月份的技术资料 就4月份可能会来得适 我们要先自己做功课 或是有观众向我们反映 他有哪些不便 我们都会根据观众的意见 游客的意见来进行改进 在朱晨看来 自己在上海跟回到会昌的心态是一样的 就是专注做好手中的事情 大幕拉起 我们随时都是在待命阶段 就是我们的技术点是精确到每分每秒的 包括就是像我这个场景 我灯光音效 灯光要一起变换 你灯光走了音效没变 那就算也出事故了 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会昌 我都是说做好自己目前自己该干的事情 我们所谓最后的目的 还是就是为观众呈现一出完美的演出 我们 encouraging一名观众员 都是那种一样的 而生存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